王老师 进来玩呀 他走过去推门进 你进往下面试 手上轻点 你抓得我肩膀很疼 加油 疯子你加油 速度快一点 再快点 你这么慢是不是肾虚啊 杨子你要不还是转过去吧 别背对着他了 他不好使肩 你正对着他这样可以看着他的动作来调整姿势 眼前之所见 耳中之所听都太吓人了 王一下意识地想要转身跑 王老师来了 疯子你下来 让王老师上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让他撑着呀 要不然就这个肾虚祸 他上去几分钟就不行了 你有脸说我 停停停 你们既然觉得踩脚灯很累 那为什么不在机器上方修一个架子 然后放一个坐垫 这样坐着灯不就不累了 就像骑自行车那样 对 我去找我爷爷 让我爷爷坐个木架子装上个板凳面 这样可以坐在上面灯 孩童们看到没人灯发电机了 他们抢着上去灯 都下来 让我上去试试 孩童们呆呆傻傻地下来 王向红上去小心翼翼地踩起脚灯 竟然踩得还挺好 以前在武功队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支手枪机动队 腰里别着短枪 脚下骑着自行车 在大岛神出鬼没 让鬼子和反动派闻风 他闪着腰了 岁月不饶然 终究是上年纪了 王向红这次来是感人的 让大家伙赶紧回家休息 毕竟明天还要上宫 王一上午领着学习 中午去了第四组 去第四组跟要出海一样 得先坐船上一座小里岛 小爷晒着呢 这是咱队上的王老师 你还没见过吧 老人面容轻渠带有菜色 头发茂盛 但左边有一块 头皮光秃秃的有个大巴 连带着左边半个耳朵都没了 王老师您好 小爷您好 老人的右手只有三个手指 小拇指和无名指都没了 王老师你别看小爷不笑 老是板着脸 其实他人可好了 我爹娘身体不变 我家孩子都是他帮忙照看 他可喜欢孩子了 还有你别怕小爷头上的巴 还有断了的手指 这都是他在高里打仗打的 您参加过高里战争 当初他第一次 做波书的船上天涯岛 波书曾经提到过 王家有个在高丽 打过美帝的老兵 说来他一直没机会 去详细了解王家 从八十年代之后的历史 但这段历史 他肯定要了解的 他得知道天涯岛 是怎么率败的 以针对性地扭转 王家的命运 老人没有回答他的话 冲他点点头 试了个意 队长带王毅继续走 王老师你别对小爷有意见 他耳朵不好 有点聋了 所以对谁都这样 爱搭不理 外面的人造谣说 他是逃兵 所以不敢跟人接触 其实不是 他就是 他就是我也搞不懂 他就是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王老师来了 我家落后 委屈老师了 家里确实困难 都不好意思 请王老师来做客 所以王老师 能来真实给脸了 大哥你这是说什么话 你们不请我来做客 其实我也得自己上门一趟 他带了网东 里面是他给老人孩子 准备的礼品 上次嫂子去给我一卷老钱 那些老钱 我又寄给我同学了 我同学很喜欢 为了表示感谢 他得知我在乡下缺粮食 给我游了二百元和好些粮票 说起来还是我沾嫂子的光啊 是吗 那太好了 我上次拿了粮食回娘家换粮 又问我娘给你要了一些老钱 你等着 我去哪 他来这有两个动机 第一是队长加五个孩子 竟然都不去上学 第二就是因为第一板人民币 这玩意儿 有多少他收多少 这次回去 我把我娘的抽屉都搜了一遍 一共找出来这些老钱 你同学喜欢那我都给你 一小碟钱币落在一起 他们按照额度 从小到大的落着 保存的比黄小花 上次给他的还要更好 几乎没有折痕之类的东西 嫂子 这不合适 咋不合适 咋了 你看不上我们家的东西 不想沾染我家 嫂子你看你这话说的 算了 我不跟你们缴钱了 这些钱我拿走 算我占你们便宜了 王老师 你这是什么话呀 是我家占你便宜 你昨晚给那老大的排骨 说句不怕你笑话的 我家视频农家庭 从我记事开始 我家就没有拿到过这么大排骨 一整扇排骨呀 一整扇排骨也不算什么 那个 朝地你过来 五个孩子中的大女儿 怯生生地走来 她的裤子还算板正 可是上面写着字 王毅打眼一扫 大哥嫂子 孩子这裤子怎么回事 尿素裤 王老师 你想不到我家娃娃 能穿上尿素裤吧 尿素裤 王毅没有继续这话题 虽然他对队长的得意 很感到疑惑 但这不是当前要务 你去老师的宿舍 找大迷惑 让他把老师屋里的洗凉 都背过来 老师还有一桶菜油 还没有去上学呢 就不听老师的话了 朝地只好低着头跑出去 我问问你们 你们为啥不让孩子去上学 王老师 我们两口子听你的话 可我们娃娃不愿意去 他们都不愿意去大岛 因为我家穷 队里娃娃都笑话他们 还给姐姐起外号叫百金匹 嗯 百金匹 这是什么外号 还不都怪我婆娘手笨 她用尿素袋给娃做裤子 结果把尿素袋上的字 弄到了裤裆里 弄什么字不好 结果弄的是净重40公斤 我不是不识字吗 我哪知道袋子上那都是啥字 她黏的 这是怪露勺 露勺那个熊货 看到后帐的十字就编排我家娃 然后对李娃娃不懂事跟着瞎喊 岂有此理 一群混账东西 大哥嫂子你们放心 以后谁敢叫朝地这外号 我一定会狠狠地收拾她 我看金重40公斤的字在裤腿上呀 是嫂子给她改了吗 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 那是第一条尿素裤 现在老四穿着呢 就是因为同学笑话他们 所以他们不愿意去上学 黄小花点点头 让他们去上学吧 我会让娃娃们都接受他们 让他们去交到朋友 那肯定是好事 不过够呛 我们四组的娃娃都不爱去大岛 这点王毅之前 已经从社员们聊天中了解到了 小离岛上的人家都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刚才见过那位老人 被盛传是逃兵 比如曾经得过传染病的人家 队长家是67年的时候 他爹娘得了流脑 流脑病毒传染性很厉害 当时岛上得了这毛病的 都被送上了小离岛来隔离 这场传染病 对队长家的伤害是无穷的 父母留下了瘫痪的后遗症 队长运气好 他当时没有被传染上 王向红把他留在一艘船上 让他待在海上 不是两个岛上 然后给他送米送水 直到县里来的大夫说 他是安全的 就顶着全队压力 把他带到家里去养活 王毅向他们沉默 一定会教育好孩子 这样夫妻两人 便保证把孩子送去上学 他们聊着天大迷糊来了 面袋子 米桶 油桶等等都带过来了 王毅拿出衣兜里的现金 一共有差不多五十块 他一起塞给了黄小花 然后他把老钱收了起来 大哥嫂子 钱和东西不是给你们的 是你们用老钱换的 而且我还占了你们便宜 王老师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两口子没文化 但不傻呀 你是看我家日子不好过 你你就来帮衬我家 这些老钱其实很有价值的 算了 嫂子你以后多多给我找老钱吧 我给你用米面粮油来换 王老师 你真是我家的大救星 我也不知道说啥 要不我给你磕一个吧 你可别乱开玩笑了 听我大赶紧吃饭 大迷糊饿了 吃饭吃饭 都快吃饭 不过加上大迷糊准备的不够 我早在听头就吃过了 队长一听这话放心了 他家确实困难 两个主菜全是刚得到的食材所成 一个是用昨天对礼分的 萝卜炖了个大虾 一个是王毅给的排骨炖了汤 还有一盆子海货 他又拿了两个丸 咬了排骨汤和萝卜炖大虾给大闺女 去给你小太爷送过去 我去送 我跟小爷打个招呼 上岛这么久了 竟然一直忘记来拜回他老人家 队长陪他上门 老爷子又在外头晒太阳了 有人上门送菜 他也没说什么 默默地接过去点了点头 然后飘然回家 这个家是天涯岛上最破败的 甚至没有院子 推开门就是内屋 本想跟他聊几句的王毅没辙 只能先行回去吃饭了